有人私信给我发了个契约 叫做The Challenge Contract January 意思就是一月的挑战契约 一共四个目标加一个额外要求 我们直接接去首位开局 相比那些速通大佬的话 那我就是有点记不如人了 那就只能相当于给大家展示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打法吧 开局我们照旧先销监控 不然的话我们上去的路上就会遇到监控 接下来我们切出安岛泪 透过天花板去催涂猫拐 从旁边楼梯上楼以后 去厕所门口拿个扳手 这个扳手的话非常有用 必须要拿的 接着我们进入厕所去敲晕掉完美体验 换上他的伪装 尸体就丢在那好了 只要不引起恐慌 是没有人会进来 这个时候猫怪会到阳台去呕吐 我们直接把他推下去 就造成事故击杀 接下来有两个守卫 是需要研究员的衣服 我们直接问猴灰戒就行 尸体一定要尝一下 否则待会儿hush进来 就会看到 这边我本来应该直接爆头那个 结果出现连小失误表演一个西洋红枪法 不过好在没有影响太多时间 看守天天的街区守卫正好走在旁边 一枪带走就行 接着我们根据李鸿启元的走法 从旁边管子滑下楼 还有一个目标 它是需要出发对话才会移动的 所以我们这边直接从肇事公寓下楼 到室外后先去出发他们对话 再让摩托车漏油 接着我们从洗衣房上楼 拿上楼上的海耀居 等目标对话完走过摩托车的时候 打地上的漏油 触发摩托车爆炸 造成事故击杀 旁边就是出口 我们直接撤离即可 感谢各位观看 感谢观看